夏天坦克里面那么热,为什么连空调都不能装?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夏天到了,很多人又开始了一天傍晚呆在空调间里不出去的日子。 然而有这么一个兵种,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必须待在闷热的空间里面,它就是坦克兵。 坦克作为陆地之王,防御能力自然是一流的,不过正是因为它厚厚的庄稼,才导致里面的温度散不出去,夏天最热的时候,坦克里面甚至能够有50度。 然而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,坦克里面也是不能够装空调的。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坦克经常行走在崎岖的道路上。 如果是外挂式空调的话根本受不了这么颠簸。 不过现在汽车都已经有自己的车载空调了,难道坦克还安装不了吗? 也有人说是舍不得油,然而坦克的发动机有1500匹马力,难道还舍不得一个空调的功率吗? 归根到底是因为怕坦克空调散热器的温度过高,被敌方的红外线探测已发现,成为导弹的目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